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中 曾出现过一个非常耻鲁的王朝 他不是因为战败而灭亡 而是在全盛时期直接投降 在灭亡时 皇帝皇后直接沦为了他人玩物 而太后嫔妃则被明马标价售卖 至于公主几乎全被奴隶之死 可以说整个皇族都变成了他人的奴隶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耻鲁的北宋 唐朝灭亡之后 紧接着就是五代诗国 是继位进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乱世 在乱世之中 皇帝是一个高危指引 就会被手下的大将篡权 而北宋就是这么建立的 北宋的开国皇帝是赵宽印 原先是五代诗国中后州政权的大将 当时后州的统治者叫做柴隆 和赵宽印算是一个完美搭档 两人配合期间 直接将后州打造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可惜没过多久 柴隆就因病去世 然后赵宽印就搞了一手黄袍加生 发动了城桥兵变 最终夺走了柴家的江山 听起来像不像是曹操和司马仪的关系 同样都是篡位 抢了老东家的天下 不过坦白来说 赵宽印算是一位明军 对于投降他的人 一律采取优待政策 包括柴家的后人 也是优待到老 而且这个人也确实能打 篡位之后 他同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先是巩固了政权 而后覆灭了后蜀 平定了南汉 最后拿下了整个江南 统一了唐朝之后的乱世 不过要注意一下 北宋的疆域非常小 小到虽然统一了乱世 但还有很多人认为 他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 赵宽印统一之后 出现了三件大使 第一件就是 杯酒士兵权 自己能被黄袍加身 自己的属下 自然也有可能黄袍加身 为了避免出现相同的情况 赵宽印就组织了一个酒宴 他本身是个武将 也算是爽快人 于是在酒宴上 坦白说出了这件事 你们不想篡位 但如果你们的下属 又要黄袍加身呢 于是诸多将领就放弃了兵权 但赵宽印也没有 对他们痛下杀手 还是一样的优待政策 但是这些武将走了 又会出现新的武将 难道还要再来一次 杯酒士兵权吗 太麻烦 于是赵宽印就想了一个万全政策 就是众文青武 他彻底放开了科举 对于考生身份的限制 又提供了大量文史类的官职 同时还要不断的调换 武将所管理的区域 避免让他们笼络士兵 压制武将 重用文官 削弱地方 强化中央 这样的举措虽然巩固了 皇权的统治地位 但也同时降低了 整个王朝的战斗力 不过尽管推广了 中文青武的策略 但是在赵宽印统治时期 实行的还没有那么彻底 因为他本身的性格 就不适合中文青武 刚刚登机时 曾有刺客暗杀 气得他直接跑到大街上 大骂刺客 丝毫不怕冷剑 看着不顺眼的大臣 就直接在朝堂之上暴打 还被史官记录了下来 后来觉得 帮他篡位的兄弟们 对他不太宗敬 还为此和这些武将约过架 是真的约架 去小树林里摔跤 而且科举电视的时候 还让状元赛跑 让他们直接动手互翁 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到了公元976年 赵宽印召见弟弟赵光义 请他来宫中饮酒 两人一直喝到了半夜 为了方便说话 他们就支开了宦官宫女 结果到了第二天 赵宽印就离奇去世了 那和赵光义有没有关系呢 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是正直壮年 没有什么疾病 却突然立世 之后赵光义即位 成为了北宋的第二位皇帝 因为赵宽印死的不明不白 所以赵光义登基之后 朝廷上下人心浮动 大家都在想 到底是不是这货害死了先帝 赵光义也很难受 怎么办呢 必须树立威严 于是他决定御驾清征 先灭了北汉 完成宋太祖没有完成的事业 过元979年 赵光义率领大军 一路打到了北汉都城 领着大军驻扎在了北汉城下 然后找了一群武林高手 让他们在北汉城下比武 吓得契丹和北汉毫无战意 于是就这样打下了北汉 打完北汉觉得不过瘾 又紧接着将矛头指向了契丹 开始攻打辽国 但奈何契丹是游牧民族 大宋的步兵根本追不上他们 这样一来 就直接拖垮了赵光义的军队 最终吃了败仗 这才返回了开封 在撤退期间 北宋军队被辽军打散 赵光义的屁股中了一箭 然后他坐上了驢车 一个劲的跑 使劲跑 跑到了北宋大军都找不到的地方 大军一看 皇帝呢 这么大个人怎么就没了呢 几个武将一商量 太祖的次子赵德昭 不就在军中吗 怎么可以拥立他为敌啊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赵光义又回来了 这时赵光义也明白了 谁才是最大的威胁 赵光义回来后 宋太祖的两个儿子 莫名其妙的先后去世 赵光义的弟弟也被其诬陷至死 大臣们心知肚明 赵光义也不动声色 眼看着建功力也比不上宋太祖 就只能从文化上下手 于是就将重文轻武这条策略 发展到了极致 不断的提高文官地位 打压武将 到了公元997年 赵光义去世 此后皇位传给了三子赵恒 一个彻彻底底的软蛋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禄玉 就是赵恒所写的诗句 为的就是劝天下学子读书 继续中文轻武的策略 自赵恒继位之后 宋朝的政局基本稳定 唯一的威胁 就是旁边那个打不死的辽国 不断的骚扰宋朝边境 在赵恒继位后 辽国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是游牧民族 为什么非要攻城呢 于是下定主意 准备直接绕道 攻取开封 这个消息一传到开封 赵恒直接傻眼了 于是联盟开会 学问中文青 这可咋整呢 这个时候宰相扣准 跳了出来 咋整 御驾清征 赵恒一听更猛了 跑都来不及 还御驾清征 扣准也急了 我们到处都是精兵 辽国孤军生路 这个时候你跑了 你这个皇帝说不定就没了 而且可能咱们大宋也没了 于是在扣准的威逼力又下 赵恒只能被迫的御驾清征 磨磨蹭蹭的来到了蝉州城下 开始和辽国对峙 在蝉州城里 赵恒找了一群小太监盯着扣准 只要扣准一跑 我们也赶紧跑路 结果后来发现扣准天天都在喝酒 赵恒也渐渐放松了下来 这个时候咋整呢 对辽国来说不敢打 毕竟宋朝家底后事 对赵恒来说也不敢打 毕竟是个软蛋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既然都不敢打 那就和谈 一听到和谈 赵恒心里乐开了花 只要你们退军 我也愿意花点钱 于是双方就这样定下了禅渊之梦 简单来说就是宋朝给钱 辽国退兵 后来赵恒回到独城后 城内就传说了皇帝花钱买平安的说法 为此赵恒还贿赂大成 让他们谎报一些祥瑞 借此来展现自己的英明神武 甚至还想封善泰山 公元102年 赵恒去世 此后皇位传给了六子赵征 史称宋仁宗 简单来说 这个宋仁宗就是一个极其好色的老好人 与他对应的名称就是包拯 包拯是个建成 遇到不平事就直接开骂 好多次飞沫都见到了赵征脸上 但赵征却一边用衣袖擦脸 一边虚心听取建议 算是非常仁爱了 那他有多好色呢 满开封城的搜刮美女人妻 让人告到开封府后 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皇后 和宫女们打赌输钱 完了还要让他们还上一半 而且还说 这个不是政要的 而是给大宋子民要的 公元1063年赵征去世 此后皇位传给了养子赵徐 史称宋英总 就他在位期间 让司马光编著的自治通解 因为他是养子 所以大臣们想让他 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大伯 而他却非要叫亲爹 一共在位五年的时间 一年半都在和大臣们掰扯着舍 公元1067年去世后 皇位传给了长子赵徐 史称宋神总 就他在位期间搞的王岸式变法 他想要改变中文秦武的现状 但朝廷却分为了保守与改革两派 回头一看 自己一家都不支持改革 结果他力排中一 不惜与家人决裂 实行了王岸式变法 其实变法没错 不变法也没错 但既要变法 又没有完成变法 这个就是北宋最大的错 一直到北宋灭亡 保守派和改革派 还一直在互相对抗 公元1085年去世后 皇位传给了六子赵徐 史称宋哲宗 宋哲宗也紧随父亲的脚步 一直在支持变法 谁反对变法就直接砍头 而且这人好像看不惯西夏 继位之后就一个劲地攻打西夏 差点给人家打得亡国 宋哲宗还算是历经图治 不过可惜的是 在攻打西夏的期间着凉了 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 这倒也没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 他没有继承人 这咋整呢 一群大臣商量来商量去 最终选定了他的弟弟赵吉 此后赵吉登基称帝 史称宋徽宗 也就他宣布了北宋的末日 宋徽宗继位后 改革派和保守派依旧在相互争斗 那支持谁呢 宋徽宗这个皇帝做的不怎么样 但却写的一首好字 独创的收金体可以说是天下一绝 当时改革派中的蔡金 也以书法文明天下 两人凭借着共同爱好 就混到了一起 宋徽宗也自然而然的支持了改革派 自此之后 宋徽宗就将国事一把交给了蔡金 自己则负责享乐 一个劲的享乐 要大兴土木 修建楼台宫殿 满天下的搜刮奇政一时 还准备飞升成仙 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国父民困的现象 自然而然的就催生了农民起义 像我们熟知的宋江起义和方辣起义 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宇征仁建立了金朝 并开始与辽国对立 当时金朝一度想要覆灭辽国 宋朝得知此事后 也准备和金朝一起讨伐辽国 顺便收复曾经丢失的燕云十六周 于是在公元1118年 宋朝与金朝签订了海上之盟 准备一起讨伐辽国 封兵两路南下 进攻宋朝 准备直取开封 消息一出 宋徽宗直接就吓晕了 是真的吓晕了 群城赶忙急救 就醒之后 宋徽宗联盟要来了执笔 然后直接就将皇位传给了长子赵桓 丝毫没有犹豫 传位之后就偷偷跑到了南方 你们怎么折腾都可以 我先逃命要紧 尽管宋徽宗昏荣无道 但局势还没有那么差 自从东京城破后 开封军民重置城城 纷纷要求参战 人数一度达到了30万之多 这也直接唬住了京朝 同时武将李刚也沾了出来 开封城内百万军民 一个小小的京朝 他们怎么敢过来呢 在李刚的布局下 战争的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宋朝手上 京朝几次攻城都大败而归 已然失去了斗志 怎么办呢 京朝也愣了 来都来了 就和谈吧 你们更让河北三镇 赔款千万 然后尊称我们京朝皇帝为伯父 我们就退兵 当时20万宋军已经围困住了京朝6万军队 但宋清宗却执意投降 甚至不惜将李刚降职 向京朝谢罪 于是就这样 在靖康元年2月时 小小的京朝拿着巨额赔付 心满意足的北归了 百万军民就只能这样看着 就如同是几个成年人 被一个小学生打了一堵 完了还要给他们赔款 在此期间 李刚几次想要追击京朝 但均被宋清宗劝退 送走了这个爹 清宗又想到了自己的亲爹 当时国库与空 但宋徽宗还在南方大肆挥霍 甚至还想着儿子顶不住了 自己还要在南方重建一个王朝 这可不行 还得把他接回来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宋清宗还找了个借口 把李刚给扁了 京朝一看 这个人确实昏运 不欺负他欺负谁了 于是又卷土重来 再一次包围了开封 眼看着京兵迅速逼近 开封城内又下起了大雪 这可咋办呢 有一个叫郭京的人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咋办 咱们请天兵 于是在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 京兵在一个镜的攻城 而宋朝军队就在旁边这么看着 围着郭京做法 结果呢 开封城破 郭京趁机逃脱 其实这个时候还有反击的可能 但不管是宋徽宗还是宋清宗 从始至终都没有反击的胆量 这个时候宋清宗又来了一个操作 亲自去经营谈判 结果就被人给扣了 这次谈判也直接让宋朝自费武功 相当于是白白把江山送了出去 北宋可以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 没有战败的战败国 谈判的结果是 割让河北三镇 赔偿金五千万两 赢一千万电 绸缎各一千万匹 于是呢 在宋清宗的带领下 宋朝官员开始自发性的徒生搜刮 钱不够 就有女人顶账 只要金朝高兴就好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开封城那一片狼藉 宋朝亲手搜刮了自己的百姓 就在这个时候 宋清宗还在做梦 认为只要自己做的够好 金朝就能饶了自己 结果呢 整个皇族女性全部被领录 公主嫔妃 甚至太后皇后都无一幸免 男性皇族 包括一岁的孩子 都全部成为了俘虏 被人带往了金朝都城 金朝人在都城开了个妓院 其内女性基本上都是宋朝的皇族 21个公主也无一幸免 就这样 宋徽宗被囚禁了9年的时间 在这9年时间里 还生下了14个孩子 自己的妻子 母亲 女儿 无一不被领录 竟然还没心没肺的玩乐 可见吃路到了什么程度 至此 关于北宋的故事就结束了 与金朝一样 一样是生于不易 死于吃路 不过在我看来 宋朝这个吃路 才是华夏历史上最大的吃路 宋徽宗宋庆宗凭借一己之力 将原本强盛的大宋王朝 永久地定在了吃路柱上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